大家好,欢迎收看外交短评 今天全球关注的外交新闻重点 都要属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在七个月之后再次通电话 虽然只是半年多一点 但是美国为对抗中国在过去七个月以来 可以说点燃许多火头 不过就不及一场阿富汗撤军乱局 成为全球出目大事件 先看一下中国方面 在两个人通话后发布的新闻港 新华社就报道 两人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 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 习主席在通话中指出 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 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 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 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 有关世界前途命运 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四季问题 中美合作 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 中美对抗 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 习主席又说 中美关系不是一道 是否搞好的选择题 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 习主席强调 中国古斯约 三重水负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美自1971年 双边关系破冰以来 携手合作 给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许多共同难题 中美应该展现大格局 肩负大担当 坚持向前看 往前走 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 推动中美关系 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更好的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又阐述了中方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立场 强调中方坚持生态优先 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一直积极主动承担和自身国情相符的国际责任 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 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 两国有关部门可以继续接触对话 推进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济复苏 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协调合作 同时挖掘出更多合作潜力 为两国关系增添更多积极因素 新华社发布的公布中也提到拜登说了什么 报道引述拜登表示 世界正在经历快速变化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中如何互动相处 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世界的未来 两国没有理由因为竞争而陷入冲突 美方重来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美方愿意和中方开展更多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 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 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 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 美方期待和中方就气候变化等重要问题 加强沟通合作形成更多共识 从新华社报道中可以总结几点 首先拜登强调了美方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这个表态很重要 对北京而言 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是台湾 好似立陶宛这样跳出来做打手 改变一中政策 分分钟就是测试性的 美方发现在中方对这个问题是铜墙铁壁 于是又回到原点 立陶宛这样搞就什么都得不到 第二就是中美的领导人都同意 中美关系很重要 而且两国关系影响全球格局 而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全球被中美关系搞得很乱 习近平就讲得很直白 跟中国无关 是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 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 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 第三至于拜登讲了什么 从新华社发的稿件中 拜登讲的很是迂回 给人的感觉就是美国开始担心 中美搞得太僵 会引发意外的冲突 跟着看看美国方面公布了什么内容 根据白宫发布的通话消息 说拜登与习近平进行了广泛且策略性的讨论 双方同意在一系列议题上 开诚布公的接触 拜登清楚表明 美国持续努力且负责地处理中美之间的竞争 并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与世界和平 稳定与繁荣的长期关注 两位领导人也讨论了两国必须确保竞争 不会变成冲突 公开的内容是这样 但美方的一贯做法都会由白宫高级官员向传媒吹风 透露在通话中美国拿到什么好处 对方要怎样认错等等 而白宫官员这次的背景吹风就很有趣 看完美国官媒美国之音发布的内容 就会发现没有确认拜登讲到什么敏感议题 报道引述白宫资深官员在会面前吹风说 美国愿意与中国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 但中国总是以宣传式的官样文章应付 该官员说 在与普世民主价值相关的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议题上 虽然中国认为美国是干涉其内政 但拜登政府不会退亚 白宫的官员说 拜登的目的是要看看与习近平做个人接触 是不是能让两国关系走上更严肃的道路 并帮助推进双方可以合作的问题 拜登政府仍在对其整体中国政策进行审议 包括如何处理特朗普政府针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进口自中国的商品 所增加的关税 对此白宫资深官员又表示 拜登将继续对中国不公平且强制性的贸易行为表达关切 并会采取行动 但没提及关税去留问题 这名官员又批评中国将跨国和双边事务联系起来 实际上是以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任何进展相要挟 同时要求做出不相关的让步 这方面的分歧在上星期美国气候变化特使克里 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时已经有明显的表现 王毅当时说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不能脱离两国关系的大环境 拜登政府认为美中之间正在世界舞台上进行激烈的竞争 并且相信必须是要设下界限与护栏 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来避免竞争失控 但是该官员就说 几次较低层的官员接触 未带来令美国满意的结果 他说中国正在扮演一个不负责任的角色 所作所为都是设计用来对内宣传 白宫资深官员又说 拜登总统与习近平本质通话的目的 是要进行一个广泛且有策略性的讨论 确保美中之间进行健康的竞争 拜登政府认为美国关系的主导框架 就是承认双方的竞争 并且为竞争设下游戏规则 过去中美关系只有两极路线 若不是与中国接触 就是与中国对抗 拜登政府认为美中是合作与竞争并存 双方有旗舰 也有能够合作的议题 如有伊朗 朝鲜 气候变化等议题 双方都有持续讨论 美国之音的记者就问 两人通话是否讨论香港 西藏 新疆等议题 尤其香港政府 周三逮捕了几位支联会的民主派人士 是不是也提到台湾问题呢 这名官员就表示这些都是中国很关注 也认为美国在干涉内政的议题 不过正如拜登总统 二月的时候与习近平的首次通话中 已经提及普世民主 诈值 尊重人权等 拜登这次也会清楚说明 美国坚守这些诈值观 并且不会退亚 要留意的是 这名官员吹风的时候 并不是引述拜登在通话中会讲的谈话 而是说拜登政府一直以来 对民主人权等问题的基本态度 至于有没有提到香港 新疆人权问题 这名官员只是笼统的说 拜登会讲普世民主价值这些大原则 对于拜登会不会对习主席提香港这些敏感内容 美国官员表面上就正面回应 实际上就是避而不谈 这些可以说是语言尾数 至于拜登多次讲过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就可以增强实力 以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于是美国知音记者要问这名美国高官 这是否代表美国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外交努力跟投资 并且将军力派往该地区呢 这名官员就回应说 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全球军力部署审议 必须等国防部研议结束再下结论 不过本届政府就认为必须应对今日与明日的挑战 而拜登总统确实会放眼印太地区 而且认为中国带来的挑战正是这个政策的核心 至于年底民主峰会是否会邀请台湾呢 资深官员又说 目前尚未有可以宣布的规划 对于美国是否将会派遣代表团前往北京的冬奥会 资深官员又说 距离冬奥会还有一段时间 目前不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结论就是 凡是中美之间敏感的问题 拜登都是未决定要研究 荣厚告诉你 就是吹水无限大 但怎样落实似乎没踪影 谁叫美国有求于中国呢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订阅